美国联邦处备局一月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局方官员预计今年只会减息一次 汇丰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最优位利率在5.875厘水平 金融管理局提醒 高息环境或会维持一段时间 美国联署局议息后 连续7次维持利率不变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在5.25至5.5厘 继续是2001年1月以来最高 联署局的会后声明指出 最近的指标显示 经济活动继续稳定扩张 就业增长依然强劲 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过去一年通胀有所放缓 大型处于高位 主席鲍威尔表明 到目前为止 未有足够的信心展开减息行动 根据联署局官员最新的点阵图显示 美国今年可能只会减息一次 较3月时候的预测少两次 有分析认为 美国利率维持高企 增加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但不利实体经济发展 美元的利率和其他利率的息差 会继续维持现在比较宽阔的水平 对美元是有利的 美国资产市场尤其是股市 气氛都似乎挺乐观 尤其是AI 芯片 人工智能 这些其实对于息率维持高企 它有免疫能力 但反过来一些实体经济 比较关联性的 包括消费 房地产市场 这些压力可能会大一点 金管局表示 金融及货币市场运作 继续维持猖信 港元汇率保持稳定 提醒港元拆息在往后一段日子 可能仍处于较高水平 市民在作出置业 按揭或其他借贷决定的时候 应该小心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 《无声》电视机长 吴杰晶报导